第十六 现在是打到了17屏 这个时候就好像是 两队选手好像是在比拼马拉松 前面的过程都不用管了 反正跑到体育场的时候 这两队选手还是并驾齐驱 就看最后一圈了 谁能咬牙顶住 漂亮 这球是太漂亮了 马来西亚队 这球是体现出了 印尼和马来西亚 它的羽毛球的特点 它就是在比赛当中 经常会出现这样 灵光一闪 这种球的确 这只有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球员打得出来 18比17 又是又在韩国队这边 王位 18比18 进攻的主动性上 韩国队仍然是要高出马来西亚队一筹 最后三分 21球 三局两胜 变成了 打三分 这比赛的压力可想而知 好球 马来西亚队先拿到第一分 咱们也不算19比18了 现在是1比0 看谁先拿到三分 3比1就赢了 3比2还得接着打 其实啊 这场球 你看 对于香港的观众来说 这场球 有没有中国选手参加 应该说胜负关系不大 但是没办法 这羽毛球的比赛当中啊 真正懂球的人都知道 这个南双比赛实在是太好看了 所以很多我们看 香港的观众也很懂羽毛球 守也要守到这场南双的决赛 1918 还是进攻主动了 马来西亚队领先的时候 现在1比1 不算19比19了 1比1 最后抢两分 漂亮 被动了 看韩国队 调整接杀 好球 平抽 双方平抽平打 韩国队又是在速度上压制住了马来西亚队 20比19 韩国队是拿到了赛点 太不容易了 在18比19落后的情况下 韩国队是连拿两分 每一分的都是 尤其是第二分的 就是在 被动的情况下 由于马来西亚队进攻不够坚决 反而是被韩国队抓住了漏洞 接杀 再接 很顽强 还在接杀 再来 20平 这双方 今天啊 你看 前面总共 打了三局球 打到现在 两个队的总得分 居然是一模一样 还是进攻上压制住 突然一个侵犯往前 二十一比二十 韩国队又一次拿到了赛点 你看两人也没有更多的商量 哎呀 这是坐在地上 再接这个球 韩国队刚才这名 正在乘啊 他是 腿崴 崴了一下 哎 这球是打出了界外 哎呀 实在